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的建议 那么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 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家长 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如果是直播的话 我们的嘉宾会在现场解答大家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在美国的洛杉矶 纽约 芝加哥等12个城市 都设有服务中心 为广大的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文美主要的服务内容 有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 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我们也知道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 就是它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和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 变动频繁的现象不一样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 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在文美工作了10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 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也是很多家长 在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另外文美集团同时也是 美国总统一公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 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 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正通车 来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 依然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华人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 下面我们请万博士来给大家讲一讲 录取后的误区到底有哪些 有请万博士 谢谢主持人翻评导播继续来放这个页面 那么我把这个页面就停留在这个上面 那么如果咱们的家长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来翻看 因为今天讲速度比较快 录取后我选的比较简单 两条 因为凑这十条可能不止这十条 所以但是我就是为了精简 那么这个就这么录取后分了两条 一个叫择校问题 一个叫入学问题 那么这个择校问题是录取之后的面临的一个挑战 那么首先家长问的一个问题 万老师我们家很开心 我们生了十个学校 我们录了五个 是吧 那这个非常棒 哎呀 但这怎么办 录了五个 我怎么会和大家回复 是吧 首先呢 录取信里有特别明确的说法 都有一个截止日期 比如说今天是4月6号 4月10号或者哪天 是吧 他会有一个日期 告诉你 你要在这一天之前 你要把定金交了 否则我就相当于自动放弃 所以呢 这个是以交定金 不交定金为标准的 交定金不交定金为标准的 但是有些家长会有另外一种情况 什么的 哎呀 琢磨不定 哎呀 录了这五个学校 但是有三个学校 我还没 5月1号之前 我甚至没孩儿做决定 孩子又还在上学 我想着暑假这个访访校 暑假参观再看一下 我在最终决定 那怎么办 当然可以 你没问题 你可以把三个学校的定金都交了 不是说你只能交一个定金啊 你交完三个学校的定金之后呢 那么这三个学校全给你保留位子了 全给你保留位子 那么你暑假可以去访校 但这里边我要特别特别提醒你一点哈 你一旦把这个定金交了 相当于你跟这个学校签了一份合同 什么合同 入学合同 我决定要入学了 你从你交定金这一天开始 学校的这个 就不叫录取办公室了 学校的入学办公室就天天给你发邮件了 入学手续 选宿舍 选课 什么 这一系列的一些事情就开始给你对接了 三个学校就都给你发邮件 当然你不在意啊 然后你可能就还都漫不经心的在关注 这第一点呢 你叫什么 你要注重每个学校的截止日期 可不是说都是8月15号 9月1号 你就去 之前什么事都不用干 之前有一系列的事情需要干 那这个我还不是提醒你最严重 最严重的是 你暑假定了 我决定去某某某大学了 去了某某某大学 这时候面临一个挑战了 另外两个学校你忘了跟通知人家 取消了 虽然你交了定金了 你说反正交定金 定金不要我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没有这么简单 你已经正常入学了 等到圣诞节 第一个学期在这个学校度过非常愉快 是不是 等到回到家 收到两封账单 账单什么呀 罚款 怎么还有罚款啊 一看 哦 原来交定金没去的那两个学校给罚账单来了 哦 说你欠我们多少多少钱 怎么怎么回事 再不交 不仅退学 这钱你也没办法 哦 这尴尬了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事情啊 一定提醒大家哈 因为对于家长来说啊 这交这个几百块钱的订金不是个事 交交了之后买点时间啊 咱们再综合决定 是不是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啊 但是美国的这个契约哈 尤其是咱们家长经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呃 不看协议 不看具体内容 最后导致一些啊 这样的问题发生啊 赔一大笔钱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啊 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啊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在择校啊 在这个入学程序上 那这些文件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看啊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他的这个重要性不亚于你在申请之前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像我们文美的话呢 在入学手续这一块办理的话呢 也都是一步一步带着孩子 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功入学 入住宿舍选课 做的课堂里 那我们这个服务才结束的啊 也就是为什么 也就是为了孩子在择校入学这一块进行一个把关啊 那么当然我刚才说的是择校入学 我顺带也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入学的手续的一个程序啊 的选择 也就是说你从择完校那么之后 那么学校就陆续开始有人联系你发邮件 甚至各方面的一些义务学校的volunteer都会联系你啊 你有什么困难呢 你是不是需要接机啊 然后这些个事情包括什么时间选课呀 什么时间我们有新生见面会呀 哦你来自加州 哦你来自纽约州 你来自中国啊 我们相应同一个州的老乡见面会 老乡群在Facebook Instagram陆陆续续就都展开了 所以这里边在入学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啊 你也可以求助这些你的师哥师姐校友 是吧 其实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好 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是的 谢谢万博士 今天这个以非常迅速的这个时间给大家分享了这个一些误区 相信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疑问 也可以直接来咨询我们的文美集团咨询万博士 最后来跟大家介绍 文美集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在美国的洛杉矶 纽约 芝加哥 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 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为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文美主要的服务内容呢是从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可以到12年级私校申请还有课后补习 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就是他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机构辅导老师变动频繁的现象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在文美工作10年以上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可以非常稳定还有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这也是很多家长在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此外文美集团也是美国总统一公讲的官方认证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之通车来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当然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可以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今天谢谢万博士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 文美集团美国升学资讯车 在每个周五美西时间的下午1点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